时机 各位 你们时常会听到我讲一句话 叫做 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不要在不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 魏叔你好 阿牛你好 其实我们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们看了很多客人 然而 客人当然往往都是出了问题以后 他来找我 但是我只能够双手一摊 为什么 因为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绝对不可能是我造成 因为我跟你是第一次见面 所以各位 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其实大多数都是自己造成 因为不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 所以导致出了现在这个结果 今天我跟我学生 我们在教学 然后他就讲 我就算再怎么提醒 不信就不信 因为没办法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身为命理师 其实我们也会碰到这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明明是批对的 但是客人这时候他不相信 这种情况很常见 客人不相信 怎么会这样 所以各位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们在帮人家批命的时候 身为一个命理师 你只要尽着一个义务 这样就好 跟他讲 他到底会怎样 就让这个客人去选择 但是我们都知道 客人一般都比较想要听 他心里想听的那句话 跟他讲说 明明没有桃花 其他的命理师就跟他讲说 他有桃花 他就会比较相信 有桃花的那一种说法 也就是说 很多客人 他其实就只是想要听 心中想听的那句话 很简单嘛 对不对 我们都说了 你问的就是问题 你问的就是问题所在 那我就跟你讲反着话 你听了一定会觉得很舒服 对不对 老师我的桃花怎么样 哎呦 在今年有机会 你要好好把握 不然会一闪即逝 各位 明明他的桃花就很烂了 对不对 你也不用看他八字 反正他提出来的就是问题所在 头其所好 这样也可以 所以有很多人 他就会变成 只是想要 寻求所谓的内心需要的答案 寻求安慰 了不了解 但是 各位 我们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们不是心理医生 请你记得 我才不管你心理健不健康 对不对 就算你心理不健康 我也没办法治 因为我是命理师 我又不是心理医生 所以我的义务 就是要让你知道 什么时候是危机 什么时候是机会 让你去做决定 把三件名言好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命理师 很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为什么你们要知道 当你们批命的水平是起伏很大的时候 连你自己都不确定 你自己是批对批错的这种情况下 你就知道 其实你是让客人承担非常大的风险 各位了不了解 你是让客人承担非常大的风险 我们不要说这一块 好 假设你是用来 让自己 自己在使用 其实你都不知道自己批对 批错的情况下 你怎么知道你该怎么做 一切就是用瞎拆的 很多都这样 一切都是瞎拆的 在今天我的学生他就给我一个八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这是他的一个状况 OK 我听到 心卫 戊虚 以卯 丁闯 这是一个难免 各位你要知道 这个八字 我们看一下他本命 他本命算漂亮 火来生土 圣经 很不错嘛 对不对 毛絮很贵土 丑土 所以他地支的财星其实算不错 天干的观星也很好 但是进入到了甲午 这个大运 各位 就一切都不一样 一切都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时候他会变成是 什么情况 他的天干 甲木克戊土 甲木生丁火 不克星金 他的地支 五位和 剩下一个状况 各位 你从这边 你会看到什么情况 官运受伤 癌运也减缓 各位 所以 这个人很好笑 我们的神话班长 怎么突然跑出来 我们给神话大姐姐拍拍手 各位我们来看是不是全部都不行 所以这个人他就做了一个 他在去年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做什么决定呢 他就跟几个人合伙 要开公司创业 各位 请问这种情况 你认为呢 各位 当然 我们一看 就知道一件事 完蛋了 他在不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 都说的很好听 一个人提供资金 一个人提供 技术 他就去执行 结果赔钱了以后 各位 赔钱了以后 就不再丢资金了 就不再丢资金进去 然后合伙人还要 叫他赔偿他的损失 奇怪了 当时候大家都讲的很好 一旦赔钱的时候 哇靠 你要还我钱 然后在外面 欠的债 他要 他要 去还 他搞的 合伙人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还失败了 我就把钱抽回来而已 要丢资金没有 各位 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 他不对的时间 做不对的事 那就只会产生不对的结果 各位 来 从这个八字 你们认为 他能不能够跟人家合伙 很多人都要问 这种八字 能不能够跟人家合伙 身弱要比肩 所以身弱的人要跟人家合伙 身强的人要自己当老板 这是我们时差会听到的 但是 各位 这个八字能不能够跟人家合伙 你刚刚听到了 跟人家合伙 结果 妈的死无葬生之地 那为什么他不能跟人家合伙 各位 他为什么不能跟人家合伙 这么简单 为什么他不能跟人家合伙 你不要听到破财 就说他不能跟人家合伙 为什么这个八字不能跟人家合伙 各位 我们要看可不可以跟人家合伙 你要有一定的依据 要怎么看 不是说跟他合伙就很惨 我们讲的是八字 你跟我讲说跟他合伙就很惨 这跟八字有什么关系 各位要怎么判断 比坚克财 那是天干的 跟地支也没关系 天干地支都有 地支 装答应你好 妈的全部都给我乱 乱回答一通 你要怎么判断这个八字 能不能够跟人家合伙 你要判断是 看比捷进来 会不会克制到他这里面的财 不是妈的 什么日 什么出干 你跟我讲那个屁话 这个八字 他现在本身财运就不好 好 我们撇除这个不看 因为他本来这个大运 他财运就不好 我们只看他的地支 我们都知道他的地支 他要跟人家合伙 合伙人就是比肩结财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隐木 卯木 各位这近来全部都是 也就是像这种八字 虽然他的财运算漂亮 可是实际上 这种人他是不能够跟人家合伙 他自己做会比较好 而且这边你看有一个卯续合 这个卯续合照倒来讲 他原本应该有三个财 可是现在只剩两 那就表示说 这个状态是不是原本三个变两个 本来就不好 那会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卯续合 卯就是比肩结财 所以这个八字就在跟你讲说 他不要跟人家合伙 了不了解 不要跟人家合伙 自己做会比较好 因为你自己做 你不要跟人家合伙 因为只要比肩结财进来 全部都是不行的 你自己慢慢做 像现在的五位合 你自己接CASE 自己做 通常还会稍微的赚点小钱 稍微赚点小钱 毕竟来讲没有破财项 他是被合住 所以各位 你们在判断 能不能够跟人家合伙 你要看的是 这个八字比肩结财进来 你要看的是 这个大运 这个大运 只要财运没问题 那OK 但是你还要再考虑 比肩结财进来 他到底会产生什么像 我们刚刚只有看大运 大运的话 你就会知道 这个人在本命的特质上 他就不太适合跟人家合伙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财很旺 了不了解 不要说财很旺 你又要怎样 财多生弱了是不是 各位 是不是财多又要生弱了 这个八字很标准的 你看 克蟹交加 木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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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生火 金克木 他只有地支卯木是帮忙 好啦 卯续合化火 木生火 那他全盘皆末 那这种情况 这种八字强不起 了不了解 这种八字强不起 那一定是弱 他只是看说是多弱 了不了解 只是看说多弱 但是是不是又财多生弱 要比肩 那他现在才刚进来第二年 假 他不是走比肩结财吗 上五年下五年 现在才第二年 照他来讲 他是他的用神 那应该很好 但实际上 把不 实际上把不 没有那一种事 所以 就跟你讲 天干管天干 地支管地支的 两个不相干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进入这一个运 甲木克戊土 他原本官运很好 火生土生金 现在却变成是甲木生丁火克星金 你就知道他的工作很容易会怎样 因为朋友搞懂 因为同事搞懂 各位 在这里面就有这个像出现 因为他本来连续相生 来一个比肩结财 懂 是不是让他的官运整个不好 所以让他官运不好的原因是在比劫财 他的劫财甲木 所以就表示说他在工作上很容易会遭受 同事扯后 导致他的一个工作运不好 所以各位 从这边有很多事 可以让我们去看 像你看 毛续和 表示他的财很容易被他所认识的 本来就认识的拿走 各位本命里面这个东西 是他本来就认识 假如是大运流年进来的这一时期 你了不了解 这一时期认识的人事物 这边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会知道 这时候他在工作职场 这原本可能都是很好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上一柱大运是什么感想 上一柱大运是乙 根本就没有问题 对不对 上一柱大运是乙 所以根本他在工作上跟同事的相处 那是没有问题 但是变成是假 那不一样 这时候 假如在工作上 就很容易会跟同事出现问题 工作上的不顺 同事间 搞 你要知道 原本是好 却因为出现了一个 变成不好 所以这个不好 是因为这一个字 所以就会知道 人际关系的部分 也会出一些问题 所以各位 你就要知道说 其实 学八字要干嘛 就是要知道现在能不能做 各位 我都跟你们讲 老师的八字超烂 要财没财 要关没关 不像这种 随便一看都是财关一堆 而且妈的还 还怎样 要关 食伤生财 财生关 一连相生都很棒棒 各位 老师很烂 没有 这么好的八字 我们 就要找 我可以发挥的 了不了解 我就可以找 我可以发挥的 我可以发挥的情况 我说过就是食伤嘛 那就是我可以做的 但是因为我现在还在破财 所以我可以去做生意吗 当然不行 我能不能够去经营一家面相馆 不行嘛 因为这些都跟财相关 但是我做命理师 我坐在这里每天拍影片 每天跟你们拉低赛 各位 我做的是一个什么 食伤的工作 他没有去触碰到我的落相 这样子自然也可以发挥 各位 这样子自然也可以发挥 所以像这一种的 这个就是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了不了解 山中有老虎 对不对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真的入地狱 这时候再哭哭啼啼 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各位 你们要清楚的知道 很多人都这样 很多人都这样 当时候 去年我的学生还跟他提醒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就是偷偷摸摸的做 老爸跟我说我财运不好 那是他儿子 老爸都跟他讲 你这不要做 结果 我跟他讲财运不好 儿子就给你偷偷摸摸走 都不知道 等到出问题 蹦 开始又回来 老妈 我出问题了 你出问题了 要叫父母亲帮你 狗狗塞 自己慢慢 自己惹惹惑 自己去挖了 甜品 所以各位 不对的时间 做出不对的事 就是不对的结果 了不了解 所以第一个时机 你要掌握对自己有利 毕竟 我们有说过了 你时机到了 你要行动 那你还不见得会成真 为什么 我说过了 你有运别人也有运 说不定这时候两个人在碰撞 对不对 结果被他碰了 你碰输了 给你机会 但是出现了陈咬金 没有成功 但是没有成功 最起码不会死的难看 那有危机 各位 他也不见得会爆发 但是只要一次爆发 可能 这个还算OK 小伤 他还可以回复 假如是受众伤 你一次可能就KO 没办法 所以各位要知道 何时可以做 何时不如做 这是第一个跟各位分享的